MBA今天出个大新闻啊 这个格林和普尔在勇士对内训练的时候 这个打起来了 说是格林追着普尔打 完了之后还说这个两个人 这是反正推来推去的啊 这个不太和谐 那么这个事情啊 其实以前了解勇士历史的时候都知道啊 今天也有一口同声说的 就是格林还想再造一个第二个杜兰特事件 只不过呢 杜兰特当时呢是选择了忍让啊 完了之后呢选择了忍气吞声 完了选择了沉默 最后有人走了啊 以格林胜利为告终 格林呢想如法炮制 再来一个 但是普尔可不是杜兰特那种性格 普尔不惯上啊 因为这个90后和80后不一样了 处理问题的事情 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都不一样了 是不是就跟你硬刚了 这个可能也是格林没想到的 当然了 这个世界呢 我跟你说普尔和杜兰特他不一样 杜兰特是属于空降的 普尔是勇士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 而且基于现在队内地位来讲 普尔就是比格林重要 你这个不论怎么说 你比资历没有用 普尔就是代表着勇士队的未来 不可能辛辛苦苦 培养的这么一个超新星 完了之后 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送到别的队 这不属于资敌吗 你想想 根本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普尔一直被视为是库里的接班人 而且是最佳的接班人 对吧 勇士队内一直想培养他 那不可能 这个为了格林去放弃普尔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衍生了三点 这个结果 第一就是普尔走 第二是格林走 那你说这两个哪个能成型呢 我感觉吧 我更倾向于第三种结果 就是勇士队内出现手腕 对这个格林进行处罚 其实这个消息已经出来了 对吧 就是告你你萧天人 对吧 你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你不能像以前似的 对吧 而且你格林现在几斤几两 你自己心里还没数吗 对吧 格林现在对于勇士并不是不可或缺的 不职业不敬业 头脑一热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自己搞的那个博客搞的挺嗨 对于训练还是有松懈 通过这个上个赛季 季后赛总决赛就可以看得出来 格林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但是普尔绝对是值得培养的 对吧 不能放普尔走 所以说 我感觉我倾向最后一个 就是勇士队管理层出面 把格林这个嚣张气宴打压打压 让普尔也冷静冷静 尽快回复到一个和谐的画面 完了之后马上常规赛要开始了 尽快的就是解决 大家一起好冲击这个 新的新的冠军 对吧 你不能之为这点事 一条臭鱼坏了一锅汤 对吧 这样是勇士的损失就大了 不论是普尔走还是格林走 那对于勇士队内损失就大了 那当然了 有的部分球迷说 库里对待这件事情再次选择了沉默 我就说吧 发表这种言论的这个球迷吧 不过脑子 你稍微过点脑子 库里能说话吗 有勇士管理层呢 你库里说什么话 就算你是这个勇士队内的老大 库里现在不能站队 你知道吗 库里现在叫无为而至 库里你说支持谁好 支持格林的情况下 新来的球员以普尔为那一帮 他们心里怎么想啊 会寒息呢 你看 劳苦劳累的 还是不如严谨元老的球员 对不对 所以说 库里现在不能帮格林说话 对吧 帮格林说话 只会让格林更嚣张 但是库里现在也不能帮普尔说话 格林和库里的那个关系 勇士的那个四朝元老 是吧 汤姆森 库里 伊格达拉 还有格林 他们四个这个关系 库里不能向着普尔说话 库里要再向着普尔说话的话 那就更不利于 更不利于球队团结了 对吧 所以说现在库里 无为而至 无声声有声 这才是真正的高明之兔 那上边有管理层 那怎么处理听领导的 对吧 有些球迷说 库里再次选择沉默 根本啊 就没把这个事情详细的分析分析 所以说 整个大概经过就是这样 作为勇士球迷来讲 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也尽快希望他们能够平息下去 勇士队该和谁去预约 该给多少钱 是因为管理层的事 不是你隔离 随便搞搞小动作 搞搞内部矛盾就能解决了 你隔离也没有那个能量 所以说奉劝隔离明智一点 奉劝普尔大度一些 好了 我是超哥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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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Υπότιτλοι AUTHORWAVE